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被关 其实另外一个被关就是纽约领事馆 他提出了相应的说法 其实我以为旧金山领事馆在处理唐娟问题上 已经显示出他自己已经此地无因三百两 就是说他让唐娟自己出去 他不去抗争到底 他就是为了能够保存自己 不至于给川普一借口 那现在就目前我们看到似乎是这种有交易 因为我跟大家解释了 唐娟是被罚警抓的 不是被FBI抓的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没有看到在他出庭的时候 联邦检察官告他故意逃跑罪 和旧金山领事馆有了一种故意隐藏的罪名 但是呢 里面有相应的词汇 就是说唐娟涉嫌在旧金山领事馆的保护之下 逃离美国 这在他的状告词中已经有了 而这一份状告词早在7月13号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昨天有另外一期节目中已经介绍了这段 所以在今天的叫做牛要个post 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登了一篇文章 说旧金山跟这个纽约市才是真正的谍报中心 那这是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是纽约主要集中在纽约市当地的 相当的活跃 它就不像那个 它不像纽约时报那么严肃那么理论 它非常活跃 非常的这个全面 美国下令关闭休斯顿领事馆 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 为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跟私人资讯 原因是休斯顿领事馆并非是中共国的谍报中心 谍报中心应该是旧金山跟纽约市 旧金山早就跟大家介绍过 旧金山的唐人街几乎就是间谍的窝子 中共太大的力量长时间渗透在旧金山市里面 旧金山市的市长 旧金山市的一些参议员 众议员参议员 旧金山的市里面的一些市议员 直接就是被中共收买 甚至可以从中共手里拿钱的 所以旧金山的势力呢 是真正是中共的势力在全美发展的根基所在 那休斯顿呢 是因为他的地处所在地 那地处所在地 他要在当地去找人偷东西 前后是在那 所以休斯顿的意思给我的感觉 他更具有方向性和前沿性 而旧金山呢 更像是总舵主 我觉得更像总舵主 所以整个美国的中共的领事馆的 中共的特务 可能旧金山手里面有一份名单 纽约就不太一样 纽约因为有着联合国所在地 所以纽约呢 它是一个特出的地方 就像说驻纽约总领事 他的身份可能并不输给驻华盛顿DC的大使 所以还有这么个成分 因为他针对的是联合国 那针对的联合国运作了很多丑陋的事情 你比如说胡慧中的先生 就是在联合国控制的范围之内 去行贿非洲的国家的总统 从而出事被美国人抓了 判刑了 现在已经回到香港了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纽约发展的 所以纽约有点类似于休斯顿 他有着他很固定的方向 很重要的任务 他的重要性不输给华盛顿DC 他的重要性当然更不输给休斯顿 但是如果从总舵主的角度来讲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应该是旧金山 美国前情报官员告诉新网网站 叫AXL 旧金山总领事馆是重中之重 但美国不会关他 这是他的判断了 旧金山跟纽约的关闭的可能性 并不会高过休斯顿 因为川普政府只想杀鸡敬猴 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评价这个说法 这是不同人对他的评价 这跟川普 当然跟川普直接相关了 那这是站在过去的角度去说的 如果站在现在的角度 我们不知道川普会发生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环境背景 已经跟以前的说法不太一样了 长期控制大使馆跟领事馆进行可疑活动 收集维吾尔族人的状况 对中共国持意见组织的情报 对学生加以施加影响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在2018年的时候 对外交政策的官员讲说 领事馆试图控制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 倾向越来越高 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都已经很幼稚了 这个说法本身就已经很幼稚了 那我自己曾经跟 加州大学的中国学生联谊会的 曾经的学生联谊会的人比较熟 那个可不是这个简单的一句话 这个东西这个说的太清飘了 那个就是吃喝嫖赌抽 坑蒙拐片拿跟领事馆是在一起的 而且他们逃不出领事馆的这种利益上的威逼 那领事馆特务直接会威胁到他们 而一些学生本身就是领事馆的特务 所以在他的学生学者联谊会里面 就有着相互的相互的这种报告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 多少年前我原来举过这例子 有朋友可能听过 多少年前我带过一个国内来的一个省 省部级的那么一个旅游团 我帮着人家 人家这打工吃饭不容易 帮着人家 人家说涛哥你嘴不溜你 带着他们玩玩去 带着他们去玩 去了赌场 从赌场过 那个坐了一车来 省长带头 省长带队 然后是这个省 省部里面的都是政局级的高官 我说这是赌场 然后我说很想进去吧 谁 全车人谁都不说话 那个省长坐边上 哎 我这冲了A呢 他第一时候他装睡觉 他不说话 后来我在车上 我就乐 喝是乐 我说这就是问题了 对不对 这就叫人 什么叫扼杀个体了 这是赌场 成年人都可以进去 你们这一车人 我跟你们说 车十几个 我说这一车人 我跟你们说 你们进去不进去 你们谁都不说话 个个都想进去 你们个个都想进去 但你们知道 只要有谁敢带头进去 还没到家呢 就你们同车的人 一定给他卖了 卖的价码肯定很便宜 就给你卖了 我不把你卖了 我就没有机会 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车上没一个人说话 他那个省长就在那装睡觉睡着了 后来有另外一个 那个人贼坏 你看他 石先生 你肯定不是一个导游开车的 我说你肯三个订都没用 我是不是无所谓 今天你落在我手里头 我说你难受就难受到这儿 对不对 好好的一个老爷们 好好的一个老 一个一个一个 对吧 你们出门吹牛皮 吹大发了 你们天底下没别的 今天走到这门口 你就不敢进去 然后旁边就过了一地方 是跳脱衣舞的 我说这地方跳脱衣舞的 你们想去不想去 谁也不说话 那我个人当然就是 诚心就耍弄他们 有点耍 确实有点耍弄他们 我说其实你想过自己的可怜吗 吹什么牛皮啊 对不对 说石先生你出门 你还这么讨生活 我讨生活 我是个自由的人 我没饭吃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讨饭吃 这也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但你记住 他是一个尊严的人 你们不是 你们是一个 不知道卖多少钱一斤的肉 后来人家再不找我 做导游了 不帮忙了 多忙也不找我帮忙了 这是就 所以学生学者联合会 这就是下拜了 还是一个相互残害的 就像早跟大家介绍 我告02年是03年 江泽民去德国 我正好在德国 在柏林 赶上了 还跟他住在一个酒店里去了 那个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住在一个酒店里了 后来把头一天住的 不知道 第二天把中国全给轰住去了 这都是笑话 那个 在柏林 后来他雇了很 他就把学生学者联合会 大卡车给拉过来 去为了挡住那些抗议的人 那些学生就挡在抗议的人前面 他住的那个酒店 那叫什么 开什么门呢 别让那个酒店可小了 他整个给包下来 因为那是个老酒店 很有 就是很高档的老酒店 那这个来的学生 就挡在抗议者的前面 唱国际歌啊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啊 我说 后来我说 瞧你这个年龄 大刀还向鬼子头上砍去 鬼子说你妈还没出生呢 你砍什么鬼子你 山精病 牛连去管他们 管他们一人一个麦当劳 连大个的麦当劳都不许点 我说你们 你们你爹你妈生了你 我在那个餐馆里说 我说他们管你一顿饭吃麦当劳 你爹你妈生了你 你们站起来一米八高 他就给你弄个大的啊 两个两个这个 两片肉都不许买 只许买一片肉的 就喂了你了 你就出来干这事 大刀在德国土地上唱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你神精病啊你 那些孩子就这么看着我也不敢说话 这个东西就这样了 就这么回事了 对不对 所以我才咱就说呢 卖肉的 共产党害人啊 害了所有的人 包括他习近平自己 大使馆领事馆付钱给留学生 那给钱 要他们参加欢迎中国领袖的活动 这三年六四年 江泽民去修士顿 就这领事馆 一个人32美金 那个 他也是了 他也怪了 那几年江泽民在哪 我就在哪 也怪奇怪 这事都能碰着 我说你拿32块钱就给你买过来 你还一家子来了 在这儿 大下雨天 那天下大雨 你在这儿敲 敲鼓 敲鼓 叫什么 也是大刀像鬼子 从这儿砍去 什么东西 大老爷们 要求学生学者联系会主席 举行党思想研讨会 并对政府传送照片 确保服务 是 因为那些学生 他们很难去确定 自己的身份能够留下 他们自己又害怕 而所有学生学者联议会里面 都是出卖 对吧 中国人的文化是出卖的文化 那大家今天喝酒就为了卖掉 你卖掉一个 我就是多个机会 那谁都害怕 谁跟谁都不相信 所以就成为了一个 完全被虐杀的一块肉 九金山领事馆的重要性 比纽约重要 湾区外国情报活泽者 正点收集科技情报的地方 那情报汇集非常详细细致 商业的连接跟导向相关 那根本就是大隐隐于市 这个地区的间谍是大隐隐于市 大隐隐于市给用在这儿了 小林隐于林 中隐隐于朝 大隐隐于市 这话各自说法不同 我个人觉得是 这是其实是个背景啊 这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在庙里面 在教堂里面修行的人 他是一种靠外力约束的 在官场里修行的 没听说在官场里能够修出来的 没听说过 曹国舅 知道的就是一个曹国舅 对吧 这是我们知道的 就是一个曹国舅 实际官场里几乎可能性不同 那我们知道正面的就是 江子牙是修成的 隐士是指修成咯 那大隐隐于市那有 观世音菩萨到东土 去寻找取经人的时候 就到这个装成要饭的 目着随着他 装成要饭的 去寻找 其实是寻找转世灵童 对不对 金蝉子 应该是金蝉子了 是如来佛身边的 这个小弟子 金蝉子转世 转世成唐僧的 那这叫大隐隐于市 那我自己觉得 这都是民间的说法了 说到这咱们说这意思了 那中共在这种环境中到处都是 我住的环境我都遇到过 开店的 一些开店的店铺开的不大 很漂亮也没人去 我自己都遇到过 人家认识我 进去 一进门 涛哥来的 一看北京的 你看那些他受过训练的 受过散打 这些训练的 他的身体动作不太一样 甭管练得好不好 他身体动作不太一样 你看那马云就瞎掰了 那你看李连杰 无论他怎么花拳绣腿 他走起路来 不太一样 东过马步的人 练过武术 东过马步的人 他都是外八字 他一定走八字 而且腿短 身子短 他得练武术 他就底盘得稳 他得练着 练战装 他得练着 那个他不是说 都是腿短 他练过 受过训练 他的身体语言不太一样 收集机密情报 中共官方长期重视内情 所以该网站提到 范士丹 这是加州的民主党 办公室的一个 神通广大的职员 被中共收买 那个人被抓了已经 纪事报当时讲说 范士丹雇用这个 中共间谍当司机 砸工 竟然在这个地方干了二十多年 是 那个人已经被抓了 所以这是一份评论了 其实在我眼睛里 川普会不会动他 我觉得不是这家媒体评价 但是 我们透过这篇文章看出 旧金山是真正 中共间谍的窝 那也就反过来 为什么唐娟敢跑进去 跟这是有关系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